我们讲一下看图中 名词解释中 这个D线的一个含义 接地是给供电构成回路 没有接地就不会有电流流过设备 它的名称是VSS 在图子当中会用英文字母VSS和GND 还有些叫PGND 图标是这种 一般都是指的是D线 那D线有什么用呢 它是给供电构成回路的 说的通俗一点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吃饭和上厕所是一样的 上厕所 如果是说芯片没有D线的话 它就没有回路 没有回路的话 芯片就不会工作 就不会工作的 像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 iPhone苹果7 高通基带的 就是因为基带电源 它有个供电模块 地线 只要手机一摔 地线就会断线 断线了以后 就会导致这个供电模块没有回路了 没有回路以后 输出的供电就会变高了 从而导致把基带电源和基带给烧坏掉 好 这个就是指的是D线 在我们图纸当中的D线 都是画的是这种符号 有的人会标VSS 标的VSS 这种都是指的D 有些人会标GND 有些人可能还会标PGND 都是指的是D线 这种图标都是指的D线